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昨天我打乒乓球那个视频播出以后 得到了好几个乒乓球专家给我的指导 有的呢,就在我留言区给予简短的指导 有一个老的网友在微信里面跟我交流了很多 教我很多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网友特意加我微信 然后来指导我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谢 挺受用的 然后我昨天晚上跟我老公打球的时候 我立马就那个,就用上了 昨天我纠正了我的握拍 那个姿势要对,那个虎口要对着那正中间 再或者是要放松,把拍放低 我昨天就纠正这两个问题 我以后每个月的月初做一个打平凡球的视频 像专家前辈做一个汇报 也应该是会对有想打冰凡球 对自己还不太有信心的朋友们呢 也是一个鼓励 我真的是刚学的 我去年的八月份 我有一位那个新移民 有一家新移民他来 然后他们家的小孩呢 就十岁一个小男孩 然后他喜欢打冰凡球 他来了以后呢 他们的那个,有很多新移民 刚来的时候就住在我家里面 我房子很大 这个小男孩呢 他喜欢打冰凡球 然后呢没有地方打 他就拿一个那个 就在我的那个餐桌上 那餐桌是长的餐桌 就在餐桌上打 然后我陪着他 陪着他打冰凡球 他在国内呢 就跟那个 就学,在培训班里面学了一个礼拜 你想想一个十岁的小男孩 学了一个礼拜能打什么水平 但是我就跟他一样 我跟他一样的水平 有时候他赢有时候我赢 我们俩就打 我老公呢 他会一些 他会一些 他以前的时候 那个他打过 但是水平也不是特别的高 我老公就说 那既然是那个 你喜欢打 那我们就买一个那个球摊回来吧 然后我们就买了 就买了球摊回来 然后就开始打 那是应该是 那个去年的八月底 去年八月底 然后九月份呢 就打了一个月 十月份呢 我去温哥华待了一个月 然后十一月份呢 我那个去美国 就待了将近一个月 十一月底 我就回到了那个 就回到了 曼尼托巴 一月 一月下旬 然后又回国了 一月下旬回国 待了将近两个月 所以你就可以算一下 我到现在 我打了多长时间 对于新手来说 应该还可以吧 很多很多的毛病 昨天还有一个网友啊 我特别特别感谢他 你可能从我这个镜头里面 能看出来 我现在这个画面呢 又有所提高 又有所提高 这个用光 我今天呢 我这个买的这两个专业的灯 我就用了一个 就是在一个网友的这个 给我的指导下 我就用了一个 这位网友呢 他是搞影视的 他是学影视的 非常非常的专业 给我提了很多很多 宝贿的意见 我下次去美国的时候 我一定一定要请他吃饭 我在我的那个 退出视频里面呢 我说我就不关心政治了 我也不关心 我不关心共产党了 我也不关心国务贵了 之后我真的是就不关心了 我都没有看那些东西 但是呢 那个这些天以来吧 也不断的有网友呢 他们就跟我 抒发他们的一些个看法 然后我也都会听着 会有一些共鸣的东西呢 我也跟他们就是交流一下 但是那些东西 我真的就是没有看 但是呢 就这两天 网友就给我反映 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的 这两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个什么 光贵呢 又爆出来刘彦平的第二个录音 然后RPG呢 又爆出来那个好几个录音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有那个光贵申请了政治庇护 这些东西 网友呢 就想请我 请我对这些做一些评论 那个RPG爆出来的那些个音频啊 我昨天又听了一些 光贵爆出来的那个刘彦平的那个 那个对话的录音呢 我也听 我有一些话要说 但是呢 我也不能决定 我还要不要再在那个什么 掺护这些事儿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稍后再说吧 但是我今天呢 应网友的要求吧 就觉得你是 那个法律是你的专业 做移民更是你的专业 那你应该把政治庇护这件事儿 讲一讲吧 好 那我今天呢 就说一说这个政治庇护这件事儿 因为我做的呀 只是加拿大的移民 我学的呢 也是加拿大的法律 所以呢 我那个 我说的呢 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政治庇护呢 实际上是加拿大 美国呢 我那个 我不了解 美国我不了解 但是呢 我相信就是大面上 大致上 应该是一样的 可能会有一点 些微的 些微的不同 但是大致上应该是一样的 在加拿大呢 有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翻译性中文呢 就是难民法庭 就是所有的那些 Convention的那个Refugee 还有要求Protect 这类人 都是要经过这个法庭的审理的 这个法庭呢 它是一个行政庭 跟那个联邦法院呀 还有省法院呀 那些都不一样 跟那些不一样 它的那个审理的程序呢 它那个 那些制政程序和原则呀 什么的 那些都跟那些法庭不一样 跟那刑事庭 民事庭不一样的 但是呢 它仍然是独立的 它仍然独立的 不受任何排列的控制 这个法官的决定 它是一个 它是有自由采量权的 难民呢 它分两类 一类呢 就是Convention Refugee 申请人是在加拿大以外的地区的 你比如说 叙利亚发生了这个战争 他们发生了战争 然后那些 那些个难民呢 就可以在叙利亚 就申请加拿大这个难民 另外的一类呢 就是申请保护 申请这个加拿大政府保护的一类人 这个呢 你必须在加拿大的境内 我今天想说的呢 就是这一类 也就是郭文贵先生申请的这一类 首先我解释一下 从这个程序上来说 就是说那个像郭文贵 他向这个 当然郭文贵是向美国申请的啊 咱们假如说是 咱们就说加拿大的这个程序 他向这个RPD 申请了这个 递交了难民的申请 递交了难民的申请 这时候呢 移民局 移民局 他会得到一个通知 移民局他会了解 就是他审查一下这个申请 他来决定看看 他是不是想干预这件申请 如果移民局 说他不想干预这件事的话呢 那郭文贵这个申请呢 就是法庭 RPD 只是审查郭文贵的申请 只是审查郭文贵 递交的材料就可以了 如果说 移民局 他想干预这件事 他不能去干预这个难民庭法官 他不能干预这个法官 要求你 指手画脚 要说你应该怎么着 不应该怎么着 不是这样的 他就成为了 他就成为了 郭文贵申请的这个 难民申请的一方 就是说 在这个难民庭 的法官面前 这件案件 就由一方变成了双方 来对垒 一方呢 就是移民局 一方呢 就是郭文贵 就这时候呢 郭文贵 在这个法庭上 就出现了一个对手 这是 从这个程序上来说的 他这个不同 按照加拿大这个难民法 这个程序呢 根据郭文贵 他本身 他这个案件的特殊性 我认为 移民局 是一定会介入的 他们一定会介入的 就是说 郭文贵这个案件 在难民 法庭上面 一定会有双方的 一方就是郭文贵 一方就是移民局 他们双方是一个对立的 移民局来 不是为了帮助郭文贵的 而是跟郭文贵来对抗的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 在这个难民法庭上审理 都审理哪些方面 在这个法庭上呢 他们要这个审理 确认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方面叫 Bonefied 第二方面 叫 Admissibility 第三方面 叫 Eligibility 这个Bonefied 什么意思呢 Bonefied 就是说 你这个 你这个诉讼 或者说 你这个申请 你是不是一个 有诚意的申请 就是说 你这个目的 我这个难民庭 我是为了保护 保护 需要保护的人的 那你来申请这个 你的目的 是不是 就是让我 保护你 免受 其他的一个国家的 这个 对你 你的迫害 或者 你有可能面临的危险 你是不是这个目的 我给你确认你这个身份以后呢 你就可以不再去那个国家了 你是不是这么一个目的 首先他要 他要 确认这个 那郭文贵先生 他是不是这么一个目的啊 郭文贵这个人呀 他特别爱说话 人说啊 言多必失 我听网友跟我反应 说郭文贵呀 他申请这个难民 不是他的目的 不是他的目的 到最后难民批或者不批 对于他来说 那不是他的 他的这个 真正的目的 他的真正目的 就是拖着这件事 就是让他 在美国 能够合法的待下去 因为他就利用 美国的这个难民 处理的时间很长 他就利用这个 他就在美国 说待个十年八年的 到那时候 中国的证据变化了 然后呢 你美国的难民爱批不批 然后呢 我就回中国了 说他是这么一个目的 如果他真的是这么 这么一个目的啊 我只是听网友说 我也没去研究过 郭文贵的那个 那些视频 如果说他真的是 这么一个目的的话 真的他在视频里面 是这么说的话 那美国的移民局 立刻就可以向 难民法庭提出来 他不是一个 bonified 我就可以要求 你这个难民法庭 把他这个申请 立马就拒掉 别的不用说 别的不用说了 就立马就拒掉 这是一个 咱们说 这个美国的移民局 不知道 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 这个郭文贵 他这个 这个诚意问题 不能确认 他这个诚意问题 或者法官说 不相信移民局 说的这个 或者郭文贵 他做了解释 法官就被说服了 这个难民法庭 他也不是刑事法庭 那个法官呢 就坐那听 就觉得 哪边的可能性大呀 他一听说 郭文贵说的那个 说我就是有诚意的 这个可能性大 移民局说的那个 可能性 有点不风作影 站不住脚 那那个法官呢 也可以说 我这个案子呢 我接受 我接受 继续审理 咱们假如说 这个法官说 我接受 继续审理 那下一步 要审理什么呢 就是要审理 这个 admissibility admissibility呢 它是一个广义的 不是说 就只审查难民 就所有的 所有的 你要申请 这个加拿大的 永久居民身份 美国一样 你要申请美国的 这个永久居民身份 也就是这个绿卡 你要申请这个绿卡呢 就要审查 你是不是 这个 这个美国和加拿大 能够接受的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inadmissibility的 这个 这些个因素 第一个 就是对加拿大 这个国家 你这个人 对加拿大 这个国家 是不是 有安全威胁 那这个 从哪些方面来判断呢 第一个 就是 以前 你有没有做过 分裂 民主国家的 行为 分裂民主国家 分裂 分裂专制暴政国家 那个不算 那个加拿大 不管 你分裂民主国家 如果你有这样的行为 这是不行的 第二 你有没有 暴力分裂 任何国家的行为 任何政府的行为 暴力 这是关键词 暴力推翻任何政府的行为 现在呢 我们这个 海外民运 存在了一些个分歧 就是说 中国这政府 我们到底如何来推翻它 有那么几个派别 对吧 有什么 和平理性非暴力 有 那个改良派 还有革命派 革命派 革命派基本上就是一个暴力推翻 这个暴力推翻政府 是加拿大这个国家 应该美国也是一样的 他们所不容的 现在来说 是不容的 如果你是这么一个主张 郭文贵他现在不是 他没有说暴力 如果你是暴力 推翻任何一个政府 不管是民主的也好 专制的也好 他们都不容 这样的人 你申请那个难民 他是不接受的 你申请任何一类 那个移民 他都不接受 第三类 就是 你是一个 terrorist 就是说 你是一个恐怖分子 这也是不行的 动不动就是 搞个炸弹去炸呀 或是什么 枪击呀 你像夏业良说的那个 那个不行 那是夏业良说的 但是如果郭文贵提出来 夏业良的那个观点 是不行的 肯定不会批他 但是郭文贵没有提那个 第四个 就是你对 加拿大 这个国家 加拿大的政府 或者 对我们 加拿大的个人 形成了威胁 这也是不行的 这一点呢 郭文贵有点危险 RPG 他们公布了一些个 那个 那些个录音啊 他里面 郭文贵就说 我弄死这个 弄死那个 如果这些个录音 被美国政府 证明了 就确认是真的 不像郭文贵说的 说这些录音 都是剪辑的 制作的 如果能被他们 确认是真的 那郭文贵 他们不会 他们不会接受他的 那最后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如果你 加入了 以上 所列出来的 这几类的 一个组织 虽然说 你什么也没做 你加入了 这样的一个 或多个组织 你也是 你也是不被接受的 就是我们加拿大 不要这样的人 这是关于这个 Security方面的 对一个 国家安全的威胁 第二类呢 就是 这个反人权 就是人权的问题 如果说 你以前 有反人权的 一些个 那个 行为的话 加拿大 也是不要的 那这个呢 是从哪些方面 来判断呢 第一 就是说 你在加拿大 以外的地区 你犯了 反人权罪 如果你犯了 罪的话 加拿大是不要的 关于这些罪呢 我就不在这里 详述 因为郭文贵先生 没有被判 什么那些罪 也没有被指认 判了那些罪 犯了那些罪 第二类呢 就是 你是 政府成员 参与了 这个 参与了 反人权 反人类的 一些个 这个 行动 政府行为 你参与其中 这也是不行的 这个郭文贵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以前 他以前 参与了 他们国安部的 一些个 行动 而且他还立了 不止一次的 国家一等功 这个 对他来说 是一个比较 比较 可能比较 致命的一点吧 不可否认 这个不可否认 因为这个国家安全部 他本身 他本身啊 国家安全部的人员 他 他这些人员呢 都不能申请移民 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 甭管你是国家安全部 你是干什么的 他们都不能申请移民 现在就是 包括就是当过警察的 如果你参与审讯 你参与审讯 然后都 都不行 现在都不要了 大家甚至都知道 如果你声明 你是共产党员 有的时候 他都不要你 那些个 那个计划生育 这都是反人类的 反人类的一些 他们不容 如果你参与这个 你参与那警察 去抓过 去参与去抓这个 那个违反了计划生育的妇女 然后包括那些医生 如果你参与过这些 然后你给他们做人灵 什么的 这些如果被他们知道了 都是不行的 即便是你暂时隐瞒 将来如果发现了的话 照样 照样会取消你的身份 就算你入得急了 都会给你遣返 还有一类呢 就是 被加拿大政府制裁 那些个组织的成员 是不要的 这事都归在这个反人类 那第三类呢 就是你有严重犯罪 按照加拿大的规定啊 什么叫严重犯罪呢 严重犯罪就是说 你犯的这个罪 按照加拿大的法律 有可能 有可能判十年 或者以上的刑期 有可能 判十年或者以上的刑期 或者 已经被判了两年以上的刑期 两年或者以上的刑期 这样的 这个 罪犯 你犯过这样 有这样的刑事 犯罪记录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不可以的 最后一类呢 你就是 你参与 这个 有组织的犯罪 什么叫 有组织的犯罪呢 最明显的就是 那个贩毒集团 贩毒集团 他们肯定是 有组织的犯罪 如果你是 其中之一的话 他们是不要的 大家最那个 嗯 最最 大家比较了解的 一个例子呢 就是周星驰 据说那个周星驰 就是因为 那个黑社会 而拒绝了 他移民加拿大的申请 我这两天呢 我替RPG的一些的录音 然后他里面 这个录音里面 然后咱们暂且先说 RPG的录音都是真的啊 这里面这些录音呢 就反映出了 郭文贵 他这个 他这个公司啊 他是有组织的 来行使了这些个 反人类的一些个行为 他限制人家那个员工的人身自由 那员工都不可以到外面去交朋友 不可以跟外面说 在这个公司工作 如果你交朋友的话 然后呢 你都得跟公司汇报 然后呢 他就把人家那个护照给人剪了 把人家那个 把人家那个签证给人剪了 其实他没有那个权利的 其实那些小姑娘呢 也不太懂 就算是他把你的护照剪了 把你的签证剪了 那都没用 那都没用 不代表着那签证就取消了 因为那签证在那个 在移民局那都是备案的 你那个工作签证啊 就是应该有可能说无效了 还得说那工作签证 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签证 因为在加拿大的工作签证呢 分两类 一类呢 就是那个employer specific 就是你固定雇主的 说我就为这个雇主 我就为这一个雇主工作 如果我换雇主 我就得另外去申请 另外一类呢 是open的work permit 如果你持有的是一个open的work permit 然后你给他剪了也没用的 你要持有的是一个employer specific的那个work permit的话呢 然后你不减那个这个雇主只要是把你解雇了 你不减也没有 你不减这个work permit也失效了 因为这雇主给你解雇了 反正无论如何吧 这个郭文贵他是没有权利来处理人家这个 这是人家个人财产 他是没有权利来处理的 他这样做是一个 就是一个黑社会的行为 如果RPG他公布的这些个音频都是真的的话 但是我没有理由判断他是假的 这个郭文贵啊 他这个公司简直就成了一个黑社会 非常的阴森恐怖 听了那个非常阴森恐怖 让人就觉得窝的个天哪 我家里要是有一个女孩子落到她的手里面 可是可是不得了 不过女孩 甭说女孩子 男孩子也一样 就是说这是这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我不好说郭文贵这个算不算 我不好说 以上这四个方面呢 是说你这个不能因admissibility来考察的 这适用于所有的人 你所有的申请移民的时候都要审查这四个方面 看你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就你这个申请不用往下审理 就是拒绝的 一个是国家安全问题 一个是人权问题 一个是严重犯罪问题 一个是犯罪团伙问题 这四个方面 如果你有一项的话 然后你这个申请不用往下审理了 就是拒绝啊 任何一个申请 你技术移民 这个家庭团聚 说你投资移民都一样 都一样的 首先得审查这几个方面 咱们说这几个方面都没问题了 咱们假如说都没问题了 然后第三个要审查的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eligibility 就看你这个难民 你是不是符合难民的这个条件 难民这个呢 你首先得从它的定义上来看 什么叫难民 政治庇护啊 就不算那种在国外申请的 难民营的那些难民 什么叫申请保护呢 就是什么叫一个person in need of protection a person in need of protection 什么叫这个呢 就说你这个申请人 你过去受到了迫害 你现在或者过去没有受到迫害 现在你认为 如果你回到你的母国 你会受到迫害 这一类人 就叫in need of protection 这里面呢 有一些关键词 叫母国 就是country of nationality 就是你的母国 就是你持有那个国家的护照 你持有哪个国家的护照 你就是哪个国家的人 如果美国不给你提供保护的话 你必须得回到那个国家 你回到那个国家 你就会受到迫害 那这个呢 他就会首先他得审查 审查哪些方面呢 第一 就得看 你说会迫害你那个国家 是不是你的母国 你持有的是不是那个国家的护照 如果说不是 那你这个protection 就没有意义 比如说 我不是持有中国的护照 我是持有加拿大的护照 如果我现在出来说 我反共 然后共产党呢 对我形成了威胁 然后我想申请去美国 我就跟美国说 因为共产党对我的威胁 所以我申请美国保护我 这个说都过去 说不过去 这是荒唐 你是加拿大人呀 你就在加拿大待着呀 有加拿大保护你呀 这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说呢 郭文贵呢 他这个案件呀 从这一点上说呢 郭文贵基本上是一个无稽之谈 他跟刘远平的那个谈话录音里面 刘远平都说到了 他自己在很多视频内他就说 他不是中国人呀 他是阿巴扎比人 他以前还戴一个那个白帽子 还戴一个那个 那个阿拉伯人的那个装束的 有一张照片啊 他说他是 他是那个国家的人啊 他不是中国人啊 你不是中国人 这个中国迫害你 迫害不着啊 对吧 你可以不去呀 这是第一个啊 审查的关于他的这个母国 假如说中国是他的母国 郭文贵有时候说话吧 真真假假的啊 其实也不好说 他到底是 到底持有哪个国家的护照 也不好说 假如说 他说持有阿巴扎比的那个护照啊 那都是吹牛的 实际上他持有的是中国的护照 咱们假如说这个 然后第二个要审查的是 那他来美国 是直接来了美国呢 还是间接来了美国 如果 加拿大的规定是这样的啊 如果你来我加拿大之前 你来自于另外一个国家 并不是中国 你来自于另外一个国家 而另外一个国家呢 是在 加拿大 所 指定的 一个列表里面的 那些国家之一的话 加拿大难民是不会拼你的 这个 这些个国家呢 我就不跟你列出来了 因为美国的那个列表 我也不知道跟加拿大的 一样不一样或者他有没有那个列表 美国应该也是有的 这些个民主国家 对这个难民啊 政治庇护啊 都是保护的 加拿大 不是那个 光贵 来美国之前 他的英国 英国对你也是保护的 但是你没有对英国 在英国提出来 但是你跑到美国来提 美国很有可能 就 不接受你这个政治庇护 那就是说 你的nationality 你吃哪国护照 这个问题解决了 然后你从哪来 这个问题解决了 然后接下来就解决看完 你是不是说 受到了中国那边的迫害 这一点呢 应该说 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我认为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中国共产党真的是 他那个什么 他 他是 就说他要回到中国去啊 共产党绝对是知他的 绝对是 绝对是知他 但是 但是 你别忘了 还有一点 因为光贵这个申请呢 美国的那个 美国移民局会介入 那他介入的时候呢 他就会提出来 一系列的反驳 郭文贵的那个 这个意见 证据啊 材料啊什么的 他都会提出来 光贵说 他会迫害我 那他们如果说 中国政府给那个 美国这个移民局 提供了一些个 那个材料 如果美国的移民局认为呢 中国并不是迫害他 是因为他本身 他就犯了罪 你犯了罪 对吧 你犯了强奸罪 甚至杀人罪 犯了那些个 犯了那些个罪 这跟迫害是两码事 是两码事 那个 所以就说呢 总体来说呀 郭文贵这件事情呢 申请政治庇护 这件事情呢 还是有很多 对他不利的地方 有很多对他不利的 总体来说呢 郭文贵有 这种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呢 他申请难民 这个诚意问题 第二呢 是他的国籍问题 第三 是他那个 国安 一等宫的问题 第四 是他的那个犯罪 或者说 一系列犯罪的问题 什么强奸呀 甚至说 还说什么杀人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非法拒禁 都有可能涉嫌犯罪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他这个 作假 他有没有作假 这个也很难讲 因为在RPG 那个音频里面 然后就出现了 他就是做假的 那个 那个假的 什么的 不大回事 不知道他具体有没有 然后呢 就是关于中国迫害他 这个成立还是不成立 你知道吗 你就参考那个赖昌兴 赖昌兴那个到最后 加拿大那个 他申请加拿大难民 没有批他 没有批他 中国给他弄回去了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挺有参考性的一个案子 关于这个郭文贵 他这个案件呢 能不能 就是撑那么长的时间 会不会 会不会缩短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 他不一定会撑那么长时间 就看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局 还有看中国政府会不会给他们压力 那有的网友说 那不是说那个美国是那个司法独立吗 不是法官是独立办案的吗 不是法官有自由财量权吗 怎么还会缩短呢 这个呀 跟法官独立办案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法官的排期呀 不是法官本人定的 不是他本人定的 然后他这个排期呢 也不是 这是first to come first to serve 这个这个原则 他们这个行政部门呢 是可以安排着先后顺序的 他们可以安排 那如果说他们那个 美国政府呢 想让这个 想让这个案子呢 快一点结束的话呢 他也是可以的 他也是可以的 有些他是不能克服 有一些可能不能克服 有一些是可以克服的 比如说你这个 郭文贵的申请 给了移民局之后 移民局多长时间来 做做出答复 对吧 这个多长时间做出答复 都是一个 就是说你最长 你可以拖多久来答复 对吧 你不能比这个更慢 但是他可以比这个更快呀 说你45天之内 你必须得做出来答复 那他第二天就做出来答复 这个他有这个权利呀 这个不违背那个规定 他只能规定说 你最慢你多长时间内 最长多长时间内做出来 答复 但是他不会规定说 你不能快过这个速度 所以说呢 就是美国政府 如果他想的话 对吧 他可以把这个流程给他缩短 流程缩短 但是他确实他不能去控制 他不能不可能干预到法官 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那他控制不了 但是这个时间的缩短 他完全办得到 完全办得到 好 关于这个官贵申请政治庇护这个 我就谈这么多 我的一些个个人看法 我是根据加拿大的这个难民法 做出来的分析 美国的难民法呢 我不了解 应该是大同小异 以后啊 我就这样 我呢 做一个计划 我起码做一个短期的计划 说我今天做一个 关于政治庇护的 我今天我就确定 我明天做什么 我做一个计划 这样迫使我自己呢 能够那个不懈怠 来做准备 我搞一个时间表 我搞一个时间表 就是我今天做什么 明天做什么 明天我想讲什么呢 明天我就想 给大家介绍一下 加拿大这个房产 有房屋啊 有哪些个形式 房屋的所有权 有哪些类型 中国多数都是一些 那些个楼房 在加拿大呢 就叫condominium 是共管的形式 加拿大也有这样的 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加拿大这个物业管理 业主务员会 这些方面的情况 敬请关注 我也 我也希望网友呢 能给我提出来一些个 意见和建议 像我明天这个schedule呢 我就是有些网友 给我提出来的建议 有些网友呢 那个给我建议 有一位老大哥 他跟我建议说 他说他呀 特别喜欢看北京台 有一个 就是介绍国外的这个 房产买卖 的一个节目 他说他特别喜欢看那个 他觉得呢 那个节目 一个是呢 它有局限性 另外呢 那个节目有可能 它的那个信息来源 是二手 所以呢 他就希望我能提供一些 这方面的 这个信息 做这样的节目 他觉得这个节目呢 应该是一手的资料 应该是国内的 那个 观众啊 都想看 有相当一部分人呢 都想看这个 我是应他的 这个要求 来想呢 在我的 以后的节目当中呢 这是一个 一类话题 我在介绍 单个的一个一个的房子 之前呢 我就想介绍一下 这些个 总体的 都有 哪些类型的房屋 产权结构 是什么样子 然后那个物业 是如何管理的 然后业住物员会 有哪些权利 义务 什么的这些 先把这些捋一下 然后呢 我以后会介绍 单个的一个 一个市面上的房屋 是什么样子的 他给出那个录像啊 照片啊 他就是这个房子多大 屋里多大 屋外多大 然后是 他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几个卧室 然后几个卫生间 几个车库 他的地税是多少 然后这个房子的那个 就是说 售价是多少 介绍一些 这些比较详细的东西 大家也可以给我提出来 其他的一些建议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说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